好,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在这边交流 那我讲的内容完全是靠大家的刚刚扫的QR Code来决定 所以现在如果有刚刚已经进入slido的 那就想到了什么问题,就直接问什么 那我们大概十分开始 所以在接下来两分钟里面呢 目前只有一个人说嗨,不过也OK了 那我就只要把它这样highlight起来 然后就知道说我现在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因为很短,所以我就只要说嗨,就好了 我就回答完了,那我就把它收起来 那每个问题都可以按赞 所以像现在目前有两个问题 一个关于脑坡控制的,一个关于考试员数位化的 那大家比较想听哪一个呢,就投哪个一票 就按赞就可以了 如果觉得这两个都还好而已呢 那你就最好赶快开始留别的问题 然后开始拉拢你的左铃右舍按赞 那在接下来的大概70分钟里面 我讲的所有的内容都会是由上面的问题来决定 所以如果有扫不到卡扣或者没有带手机 这个机率虽然不高,但是应该也是有 或者是不想打字的 那也可以举手 那举手的话,我刚刚看到这边有数位麦克风嘛 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那所以就可以有很多位朋友一起发言 那这样的话就是会请工作人员帮忙递麦克风 那也可以用对谈的方式 那就是举手发言的优先顺序是高过这上面的留言的 那这上面是匿名的留言 所以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取一个代号 那所以大概就是平常举手比较 你知道可能要打个六七折的 那种问题或者留言 那在这个上面不用特别打折了 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那最新的问题待会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会跑在右下角 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最新的问题会开始自己跟自己聊起来 那个是属于正常能量发挥 不用特别去管它 不过它也很适合用来提一些 你知道权宜的或者是临时性的这种问题 冷气太冷,冷气不够,冷直播讯号不行 什么之类的 那都大概都会在最新问题这边看到 那有的时候最新问题是追问的这个性质 表示说我回答没有回答得很完整 那这样的话我也会拿一些最新问题来回答 所以这样OK吗 时间空间结构大家都OK OK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好的 有38位朋友们问说 他说您好 网络上面常常开玩笑 说我会使用脑泼控制 现在Elon Musk有一个叫做Neuralink的技术 他是在人脑里面植入晶片来跟AI共生 想请我有什么看法 首先就是我会控制脑泼这个事确实没有问题 确实 但是我只会控制我自己的脑泼 这个要 这个核先续名 要先在一开始讲清楚 那我控制自己脑泼的方式就是睡觉 我每天都会睡到八个小时 那我睡满了八个小时的话 我脑泼就完全获得控制 那我在睡前看的各种各样的文件 或者是各位的留言 我也都会看等等 那就可以在梦里面把它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做法 那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控制别人的脑泼 但是我后来也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把自己的脑泼控制好 而且不会受到网络上面的字眼 所挑动我的情绪的时候 我就事论事的就里面有建设性的建议的部分回应 这个我叫做拥抱小白 就是网络上比较白目的一些朋友 那我去回应让他知道说 我只会对有建设的部分回应 这部分呢 倒是不错的 所以这个时候别人就慢慢学习到说 只有有建设性的东西才会获得回应 那无形之中也有一种增幅 这些有建设性的部分 那把没有建设性的部分呢 就减幅 就比较少人看到 那也是有这样的效果没有错 不过那是靠大家自主地完成的 不是我自己真的有什么脑泼控制的特异功能 那Elon Musk 他的Neuralink的基本的原理呢 就是是把我们的 有点像是一个幻知 就是一个器官 其实大家现在如果滑手机 尤其睡前如果滑手机的话 已经可以多少体验到这种感觉 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不是你在滑手机 而是手机在滑你 因为手机的这个更新频率已经够高了 高到大脑觉得它是你的手的延伸 就好像你的额外的一个器官 甚至有人把手机硬从你手上 就是拿掉或者关机 或转飞航模式 可能还会感觉到痛苦 就是幻知的那种痛苦 那或者是一个长时间的演讲 像现在70分钟 如果到第17分钟 这个有的时候就是 不允许大家用手机 因为我看门外有贴一个请勿使用行动电话 那也有些朋友手会开始发抖 这是一种阶段症状 一定不是讲就是讲你 这个一定是你旁边的朋友 Anyway 就是说如果就是有人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已经可以多多少少体验到 所谓透过Neuralink 就是高更新率的这样子一种连接方式 把一个其实本来是机器的东西 让大脑误以为是自己的器官 这样子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我具体的建议是这样子 就是说像我自己 我一定都是隔着一层 我操作这个是隔着一支笔 我打字也是透过键盘 然后我随身带着手机 其实下班时候弄的是一个 Nokia的那个翻盖机 根本就没有触控荧幕 那但是即使是我公务用的 手机也是有一支笔 所以对我来讲 我只要隔着一支笔来操作这个荧幕 我就会觉得它是它而我是我 不会变成好像被AI寄生 我觉得透过这样子一个 不管是笔也好 或者是键盘也好 它是它我是我的情况下 才真正能够叫做共生 就是我做一些对这个 我们叫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能 有帮助的事情 它也做一些对我有帮助的事情 但是在最后还是它是我的副驾驶 是我来做主 那它是来帮助我 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共生关系 如果你在做的一些事 其实对你没有好处 只是因为上瘾了 所以不断地去做的事情 那个不能叫共生 那个叫做计生 所以在生物学上是有明确的定义的 就是对你没好处 只对它有好处的 那个叫做计生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看一个新的AI技术的时候 有两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这个一个叫alignment 一个叫accountability alignment就是说 它的价值是不是以你的价值 作为首要的价值 像我戴一个眼镜 它是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 这叫assisted technology 辅助式的科技 那我阿嬷戴个助听器 也是让它听得更清楚 如果我现在就是看各位 我的眼镜像突然跳出一个盖板广告 然后要倒数十秒钟才关得掉 那就表示它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我是变成它的商品 广告商才是真正它的顾客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说 如果我眼镜坏掉了 或者我想要做什么调整 那我只要拿到旁边眼镜行就可以了 其实行政院福利社就有一个 那这个时候 它不需要获得什么原厂的授权 也不需要什么十万块的授权费 它就可以把这个坏掉的东西修好 甚至我自己 我稍微去学一些怎么修眼镜 我也可以自己动手把它修好 那但是有些AI的技术呢 它是只有它的创作者才可以修 它的创作者如果不见了 或它跑到其他的地方的话 你拿它完全没有办法 好像一个黑盒子一样 这个时候 它就是没有accountability 因为它坏掉了 给不出交代 你发现说 它做的判断 跟你的最佳利益有损的时候 它也给不出交代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我就会把它叫做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它事实上是一种威权式的智慧 那这个威权 当然不是说AI真的是奴役人 而是人透过AI来奴役人 那这个形状是我们要尽量避免的 那assistive就是人透过AI来帮助别人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可以让那个人 更能够自己决定 他想要去连接什么 而且是他有agency 就是他有他的自主性 那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想在看任何AI技术的时候 包含neuralink技术 你最后都要问说 它是以谁的利益为最佳利益 以及如果你发现 它的利益跟你的利益不同的时候 它能不能给得出交代 你能不能够去改它 能不能够在 不管它的创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去改它 如果这两个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就是应该要推广的 我第一个问题 通常会回答比较久一点 所以就让大家比较有机会问问题 有26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正伟 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慧的发展 即使有匿名或者模糊化技术 仍然有可能透过肉搜 找到明确的个人讯息 在这个环境下面 如何保障个人隐私 我是觉得这是两回事了 就是说肉搜找到明确的个人讯息 如果你不在意它是不是真的 那这叫脑补嘛 脑补最补啊 就是怎么样补 大概看起来都栩栩如深 可是未必是真的 现在问题就是说 我们如果完全不去释出 我们手上有的资料 那先不要讲匿名模糊化技术 就是说完全就是你知道 你搞阶段是不公开的嘛 那政府资讯公开法也是 他就是一直来要到你不能不给的时候才给嘛 就是退到最保守的这个情况 你还是不能阻止其他人去做肉搜的事情 只是他用的资料是可能暗网的资料 泄露出去的资料 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料 是自己深暗白照的资料 传闻资料等等 那所以常常就变成说 我们开了一个多方的会议 那之后呢 从媒体的角度来看 因为他没有完整的会议记录 也没有我们叫描述资料 没有metadata 所以就会变成是 你看四家报纸 好像开了四场不同的会议 不同的东西把它脑补进来 你说这是记者的问题吗 也不是啊 因为他是按照手上有的 以及他的消息来源 进行查证之后写出报道 只是因为大家消息来源都不一样 那每个看的可能记得的也不一样 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是 那对公共讨论的促进 变成没有帮助 有时候反而有危害的一件事情 那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好比像说在当时 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因为跟各资无关了 所以就是我通常都 一开始先举这个例子 之后再慢慢延伸到各资去 那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就是说每一个药局 它都有库存嘛 按照我们政府资讯公开法也好 我们推动开放资料也好 其实我们每天更新一次 就已经算是很多了 已经完全达成那个要件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以前更新还是要同人手动 按Enter 去确认嘛 没有错误再去更新 那当然因为 其实已经都有免责条款 授权上面都有写 但是公务员毕竟不想要犯错 就算他其实只有伦理上的责任 而没有法律上的责任 他还是不是很想犯错 所以都要看过才出去 那如果承办人要看过才出去 一天更新一次 差不多就是极限了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那但是在当时呢 我们可以发现说 对排队的人来讲 一天更新一次 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他这个意思就是 你要相信公正的第三方 也就是健保署 然后来看这个第一方 就是食药署 有没有做错事情 那除了健保署之外 没有谁会有集合的能力 但是呢 因为民间的这个朋友 他就是吴展伟 做了口罩地图 当时他是靠排队的人 在超商也好 在药局也好 自己回报 有没有卖完 还有几片等等 所以这是我说 你不释出资料 人家就脑补 你不能拒绝 那个正在排队的人 回应资料的系统上面 他并没有违法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回报的可能很片段 或者是说 他从侧面了解 这件已经没有了 但他好像自己 身力其境去说 有一样 或者没有一样 那这些我们都 没有办法去禁止 因为本来这个资讯流通 就没有禁止 他又没有侵害营业秘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完全让吴展伟 这个版本 自行发展下去的结果 就是说 上面会有一大堆 不实的资讯 那这个反而会让 参加的钥匙也好 其他的商店也好 都会受到 就是不稳定的这种 就是当时 其实我就直接讲 参加的便利商店 也有人传言说 他们半夜三点进去之后 半夜三点零一分 就有人骑着摩托车 全部都买光了 囤货 那也有人怀疑 这个钥匙按杠等等 这些都是当时 盛销城上的很多阴谋论 那但是后来 我们就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我们每30秒钟 更新一次 这个库存资讯 那正是这个 在健保署而言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所以这个也花了一番 协调的力气 但是每30秒钟一次 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你在排队的时候 你看到这边有58片 那你看到前面的人 刷了一个健保卡之后呢 你会期待它变56片 因为一开始是 就是一次一片嘛 那它如果再带 另外一个人的卡来 那它可能变成54片 而且呢 你是不管用疾管家 还是什么口罩地图 它是立刻 在你排队的当下 那个库存就减 所以这是什么 参与是共同保证 就是你是第二方 你正在排队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是 真的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这个58 反而变成68 78 每次有人刷卡 它反而库存增加 你当场就打1922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大家对于 要是的信任 就增加了 那这个纯粹 就是因为我们 更新的频率增加了 这就是no magic bullet 就是这里面 完全是靠每一个排队的人 自己来验证 这个数字的正确性 所以第一个是说 那在这个环境下面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确保说 大家不要脑补 或者是肉搜 或者什么 那我是持一个 很悲观的论点 就是说 你就算什么都不 不释出 大家还是一定脑补 一定肉搜 这个是没有办法 禁止的事情 所以你不如什么呢 不如让他有一些可行的 满足他的好奇心的 而这个好奇心 不是针对人 而是针对事的 因为到最后 大家只想要取得口罩 来保护自己 大家并不是真的 想要找哪个钥匙麻烦 那这个时候 你把他的兴趣 从对人引导到对事上面 那大家都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 就是说 那在四分之三的人 都能够取得口罩 并且戴口罩亲戚手 的这样子一个 引导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 大家对于肉搜的兴趣 不能说没有 但是慢慢慢慢地就消除 那这个我觉得指挥中心 做得很好 就是他们一直都有一个 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如果我们的疫调 已经完成的话 那我们是不会释出任何 让大家能够肉搜到 这个人的这个记录 那只有在疫调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们才把他的路径的 那个轨迹 去分享 那那个是例外 而什么都不讲 是常态 那但是这个也不是说 大家这个觉得 他匿名啊 模糊化什么 因为他把他所服务的 那个公共价值 就是说我们要完成疫调 保护大家 已经讲得很清楚 而且疫调的方法 什么都讲得很清楚 而不是说 是好像要靠乡民肉搜 才能够完成疫调 所以我们的这些 就是专业的工作 当然不是说 什么东西都要 乡民一起来做 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 的那个统计的资料 以及时间序列资料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 产生几篇口罩 现在发到哪里了等等 这个岛是不妨公开的 然后这个公开 也非常有好处 这个是民间 就是拿我们每30秒钟 更新的资料 做的一个仪表板 你可以在每一个行政区 都可以看到说 到底他的库存的销长 那当时我记得 应该是高鸿安委员吧 就是之前在鸿海集团担任 应该是数据分析的VP嘛 的副总 那他就拿 其中一个社群的 OpenStream Map的那个版本 去咨询陈时中部长 说你在地图上面乍看之下 分配是很平均 但是呢 这没有考虑到什么呢 交通成本 所以其实就是我附近 这个直升机具里 看起来有很多药局 但是尤其是对一些 特定居住的地方 他要搭大众交通工具 去那些药局的话 他到的时候 药局已经关门了 因为他的药室的营业时间 也是有限的 那这部分的不均等 没有办法完全从地图上看出来 你就必须要去做进一步的数值分析 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更新这种 每30秒钟一次的话 根本社群也不会有这样子的基础 那当然就是陈指挥官他 接受质询的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态度 他说委员教教我们嘛 那所以这个 这样一讲 当然人家就 不好意思不教你了 那所以他就讲了一些具体改进的办法 那我们在隔天 就announce说 不止我们配送的规则有所改善 而且我们也可以 透过健保快移通 或者自然凭证 去直接预定到附近的 就是一万两千个 不同的convenience store 就是我们的 各式各样的便利商店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便利商店 他也想要你一直去拿口罩 所以他就会推出什么 大热美中热 天然水成品美式 等等的这些 所以等于社会部门建立了一个常规 怎么分配才公平 我们公部门去实践 实践之后呢 我们又去问经济部门 你能不能把它再做延展 然后也减低一些要吃的负担 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把它叫做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是从社会部门开始的 这样子一种伙伴关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匿名化也好 模糊化技术也好 这个都是它的末端 我们真正要问的是 那这个达成的公共价值是什么 而说不定根本不需要 匿名或模糊化技术 而是大家都希望 每个药局跑一个一样的演算法 这叫开放演算法 把这个演算法公布给所有的药局 或者是所有参与的电信商 或者是所有参与的 其他的资料的拥有者 那大家跑完之后 其实只是承诺一件事 就是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跑统计 所以其实它也并没有 像匿名或模糊化技术 那样子好像要牺牲资料可用性 因为它的那个统计方法 就是为最后的那个 共同价值来服务 那这个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Open Algorithm 这个网站 它里面有很详细的介绍 那有3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有没有考虑改变发型 这位朋友认为说 烫一下会不会更好看呢 就是跟大家报告 这个已经是烫直了的版本 之前有一个烫卷了的版本 那这个我想这位朋友是认为说 在烫卷一下下会不会更好看 那我想这个建议我们就完全参采 完全参采 我下个礼拜就去烫头发 也可以稍微剪短一点点 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他这样 对考试院的数位化有什么建议 我在之前前两天才去中游演讲 那任何的这些 就是公共服务的事业 我们说公务员嘛 公共服务业 应该也算服务业 对服务业的转型 我大概都是三个阶段 就是先省力气 先把大家的力气省下来 然后接下来再提高服务品质 让大家就是服务的对象都比较满意 自己也比较满意 然后最后才是创新 就是找新的方法来做新的事情 这个资讯很重要 因为很容易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 那不管是什么AI5G 大数据区块链什么之类 已经有些没有意义 已经变成前缀词的东西 发育词的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如果一导入 如果它并不是达成一个共同价值的话 那很容易就是 它确实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是旧的系统 也有它存在的必要 它没有完全取代旧的系统 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 承办人就要操作两套系统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设计出一些 让民众可能省一小时时间 尤其是一些特殊心心需求的民众 但是承办人要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 的这样子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一多 那大家就爆竿 爆竿的话工作品质就受到影响 所以我都是从先省力起开始 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余裕的话 绝对不可能去 再去想怎么改进品质 或者是怎么做出创新来 那但是当然 我们在一开始做利害关系人盘点 尤其是开发资讯系统的时候 非常容易就是忽视 旁边的相关的单位的承办人 这个以林维霍的状况 这个是不断出现的 那这个也不是大家坏心 而是平常根本就没有什么交情 没有什么交情 自然就很容易忽略他们的需求 那这个是一定的 那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就是我们有个叫协作会议 就是协同合作的协作 那我们的网站 这个PDIS 我们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 是我们的业务之一 那这里面开放政府社会创新纪念参与 是我的三个业务 那按开放政府的话 是可以进入开放政府联络人的完全指南 然后在这里面就有很明确的讲说 我们在每个部会都有跨部会 横向协同合作的一群开放政府联络人 比较为人所知的可能是 有一只很可爱的柴犬叫总裁 那总裁的主人 还是总裁其实是他的主人呢 总之跟总裁一起住的那个人 那就是我们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还有很多这个贡献具体的贡献 那在这里面就有提到用协作会议的方式 那来去把各方的历害关系人对齐 而且我们也有这个历史记录 其实整个都有产销履历的 所以我们最近开的一个就叫 防止公务院讲程来用来 讲的主要是在警政体系的一些事情 那有一些是社会所关注的 像跨境包裹的诈骗 就是这样子解决的 那有一些也是跟我们的 就是长期以来 什么终止神猪纵浪比赛 这个是结构性的 长期以来的问题 有些是我特别想讲一下第50案 到底什么叫做故宫服务流程改善案 因为故宫也是我们院会成员 所以他们也有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他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呢 我觉得特别活耀 因为故宫充满了就是 你知道就是 不怕你知道 只怕你不知道 的那些东西 在别的部会要不要开放 可能都要想一想 但是故宫的绝大部分的 著作权人可能都已经 就是登出 不知道一百年五百年 一千年左右 那所以 大概是不会来主张什么隐私的 所以他们的这些作品 当然是越多人知道越好 那当时呢 我们在就是 隐庆开放政府联络人制度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故宫到最后会变成一个 主要的stay holder 那所以 我们在当时 就是我们的 之前也有参与包含像数位典长啊 国事馆的改造啊 对open data 非常有想法非常了解的院长 这个上任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说 这个委员长就特别说 他们要精进故宫的使用者体验 友善故宫啊 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讲法 那所以我当然就马上很友善的 去跟他开了会 而且是用机器人的方式啊 开会 然后他就很高兴 说这个真的是很创新 那因为这个很省时间 我要就是从我在立方去故宫要一段车程啦 那但是 他一想到要开会 我们马上就可以开会 这个是省时间啊 这个很创新啊 他就想说 那我们也可不可以就是省 大家的时间 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家里人潮众多 买票标示不清 这些参观者 这些是共同价值 我们要让他们变得更好 那在这里面呢 因为他们买票的规则呢 其实不是他们完全 他们自己说了算 也有财政部的部分 也有国库署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就开了这样子一次 协作会议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真的跑去现场 让我们的同仁真的去现场观察 现场访谈 然后特别是长辈 去问说 那为什么明明就有这个电子购票 为什么你不使用这个电子购票 为什么一定要用纸本 那为什么宁可去排队 然后一起去做一些适用的这个系统 那但是每一步都是在节省 承办人的时间 因为承办人呢 以前他是要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讨论 讨论出这个可行了 可能让另外那一个承办人 就是以零为货嘛 的情况 那这次呢 我们是全部都对齐到 同一张新制图上面 然后把所有 各位可以看到 真正意义上 轻盈共创 就是不同年龄层的朋友 面对面地去找到这个共识 那这些共识 有一些是 就是刚刚讲到的 帮大家省时间 原有流程的改善 有一些是服务的扩展 有一些是我如果不解释 大家一定听不懂的东西 好像说 QR 扣感应值要美化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那这句话意思是这样 就是后来我们观察发现 长辈并不是一定要用纸本票 他是认为说 他用QR 扣感应入场的话 他不是不会用 他会加LINE就会用 这没有什么困难的 他只会拿到一张感热纸 他如果买纸本票的话 他会拿到一张精美的票券 那你这个精美票券 他回去是要夹在日记里的 他是要跟亲朋好友分享的 他感觉到他有去过故宫 他觉得感热纸 而且还会慢慢褪色 配不上故宫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 所以他宁可多排一点队 对他来讲不是太大的负担 虽然排队也很不舒服 但是比起就是说 我到了故宫 最后只换到一张感热纸 来讲他还是宁可去排个队吧 这样子 那所以当我们发现 这个是癥结的时候 那服务流程的改善 就变得很容易 我们数位化并不是五指化 数位化是把人跟人 用新的方式连接起来 所以在他拿QR 扣进场之后 如果我们可以用换票的方式 让他拿那个QR 扣感应指 去柜台 拿一个类似像 唇跟脸凭证 没有人规定 他只能用感热纸印 他也可以用烫金的字印 他也可以个人化 甚至他看哪个展览 把那个展览的QR 扣印在上面 他回去让他的亲朋好友 让他家里小孩扫了之后 可以去动物森友会一起玩 那这个都是故宫 当时实际想到的做法 这叫O2O 就是从线下到线上的体验 那这个时候说不定他的小孩 一下子也陪他来逛故宫了 这不是很好吗 所以这个时候 对他来讲 这个QR 扣只是他最后 拿到那张更精美的凭证 中间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把他 跟当年那个纸本票去相比 而且其实他非常愿意去用QR 扣 没有人喜欢排队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可以先去看 自己的工作里面 有没有像这种 其实我们现在在用 比较没有效率的方法做事 是为了要达成某个价值 但是现在有一个同样有效率 接受我们时间 先不管创造有没有高品质服务 但是有同样的效果 但是可以少时间做出来的事情 那透过这种服务设计的方式 你一下子就可以找到 可能上百个 我们叫low hanging fruit 就那种熟透了 只是在等你去摘的那些果子 那你先把这些都做完 大家每天就可以提早半小时下班 至少 那这个时候 你这半小时如果还不下班 大概就可以去想说 那我们有这个成功经验 怎么样运用它来 去结合更多的可能性 去创造更好的品质 去做进一步流程的改善创新 服务更多的人等等 但这些都是建立在 业务实质减量的这个前提上面 具体的回答 有24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政委 请问您如何开发个人潜能 我自己的方法就是睡觉 我就是睡8小时 那但是呢 我也不是一定睡8小时 好比像说 我如果要去有一个跨部会的 很大的议题的协作 像之前在处理电竞 电子竞技这个案子的时候 电竞案呢 三个部会都送了很多资料来 教育部体育署主张说 没有动到大肌肉 不能算是体育 你能想象早自习时间 体育课 大家都在打电竞吗 不能想象吗 所以应该是文化部的事情 文化部说 电竞等有100年的悠久传统的时候 再来找我们 因为我们是亲戚书画 100年的悠久传统 100年以上 那这个应该经济部的事情 经济部说 你们在讲的是 电竞选手的权益 那就是好像是说 打篮球的那颗球或球场 这是经济部管 没有错 软体硬体工业局等等 但是没有听说选手也要经济部管 没有这个先例嘛 怎么想都是体育术的事情 Anyway 所以总之当时这三个部会 都送了很多资料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不带判断的 把这些资料全部都消化完 都看过 那我就睡觉 但是呢 就不能只睡8小时 就要加班 就要睡到9小时 那9小时之后 就消化完这些资料 包含网友的留言啊等等 也就冒出了一个概念 就叫做这个 我们的当时 我们因为这整套也都有 刚刚讲的这个产销履历 就是我们在当时 一开始是一个工厅会 很多电竞选手在这边诉苦 但是呢 我们这个工厅会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说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定位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叫做 叫做专业的表演技艺的选手 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就是表演技艺 技艺是一门技术的应用嘛 那所以技艺的 技的这部分 跟技职教育扣合 艺的这部分 去跟夏威奇的文化部那边 去扣合 那然后呢 他又有表演性质 所以经济部也不能不帮他 约格小巨蛋什么的 那所以就是说 在他的这个过程里面 只要找到一个 他的正确的定位 因为忽然之间 他是不是传统文化 有没有一百年传统 什么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对就是乡民来讲 对于我们 因为竹子稿都有公布 我们协调竹子稿都有公布 对于乡民来讲 他就会有一个 很专业的五楼 我在那边留言 像大家slido留言说 我主张围棋 也是一种电竞 而且是回合制的电竞 你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围棋很多 都是网络上在下 AI下的也比人好 大部分的选手 现在也都是 就是AI训练出来的 事实上 那所以他的这个主张是对的 所以现有教育部的 文化部的 经济部的 对围棋的 所有这些事情 你不能歧视 即时的电竞 支补助回合的电竞 等等 所以这个概念就拓展开来了 那后来当然变成 运产条例 所谓智力运动 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出现 那你说这个是我自己的潜人吗 好像也不是 这个叫做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智慧 那我只是在睡前 不再判断地 把所有这些网友留言等等 全部都看过 然后醒来之后 就好像凝聚出一个 共同的价值来 那九小时还不是最多 我之前有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天能 Tenet 那一部电影 我是看晚上 就是已经看完快半夜了 那很长的电影 那看的时候 我完全看不懂 就是单纯感受它 没有了解它 那电影里面 就是要这样看的嘛 那然后看完之后 我就睡了十个多小时 那但是一醒来之后 全部都看懂 所有的剧情线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开发个人潜能 最好的方法 就是睡觉 而且睡够 有23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治理 如果没有好好运用 很可能变成所谓的 数位控制 这是多数民众的担忧 以目前政府推动的 数位身份证为例 民众对于政府 隐私权保护的能力 似乎信任度不足 如何在这个氛围上面 推动相关政策 这个院长讲得很好 他叫做 不必贸然推动 那所以前代来讲 就是不要在大家 一律没有消解的情况下去推动 但是让大家的一律 消解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方式的 有方法的 我们讲的这个协作会议 这些讨论等等 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把大家的一律 能够具体地写出来 具体地化为文字 像我们之前 就是在报序软体的 那一案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报序软体一开始的那一位 提案人 周志远 他的这个提案 里面完全没有建设性 他纯粹就是在酸 他就是说 报序软体难用到爆炸 然后他的内文 也是纯粹在酸 其实没有任何建设性 底下的留言 不是说财政部长下台 就是说官贸网络无能 这个也没有建设性 没有哪一个是有建设性 可以说是纯粹的酸民 那不到两成在那边说 不用Windows 报序很顺啊 没有人理他们 但是呢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愤怒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封面的情绪 我们后来去追查 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就是某一个 可能五区国税局 某一位这个接电话 已经接到很累的一个朋友 因为我们知道说 那一年2017年的时候 Oracle这家公司 把我们跨平台的 Java Applet这个技术 不推荐使用了 所以除非你是Windows的用户 其他的用户 他就会说 原件正在安装中请烧带 然后你等三个小时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报税本来心情大概就不会很好 那所以再等三个小时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心情更差 那这个时候就打电话去国税局 那他人本来应该好好听你讲的 但是因为进线电话太多 他心情也不好了 所以他就说 你用Mac 那你不如就去借个Windows报税吧 那他讲的这句话就炸锅了 因为他一开始会去买Mac 就是不想用Windows 那所以 不然他早就用Windows 他难道不知道有Windows吗 那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客户服务人员 因为讲了这句 这个就是 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就爆炸了 那所以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那个感受 被offend 觉得说 好像我们用Mac的 就是次等公民吗 或者是说 我们的这个意见 没有被纳入啊等等 那所以他才提这个案 所以当时真的是 完全炸锅 那不过 因为开放政府联络人 就好像国会联络人 也要面对 随时可能会 就是拍桌子咨询的 立委朋友 那或者新闻联络人 也要去回应 就是记者朋友们的 具体的批评指教等等 所以开放政府联络人呢 就是专门去回应 即将炸锅的 五千个人 的这样子的一个 专业人员 那当时财政部 是杨静恨专委 担任PO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 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现在把他的这个方法 浓缩成八个字 叫做开门造居 你行你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有留言要求财政部长 下台的朋友们 我们都听到了 那希望大家 接下来 在下个星期 波容参加 我们的协作会议 那我们一起来做 明年的报学软体 就把您的意见 整个都整合进来 那报学软体 我们一起来做吧 这样 这个留言 非常的 非常magical 就是非常的有魔力 就是本来那些 完全很酸的 立刻倒转 八成以上都在提出 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 那只有不到两成 还在讲 财政部长下台 已经没有人理他了 那所以 这个时候呢 这个隐藏在键盘后面的 这一位卓智远呢 他就愿意现身了 那他是一个设计师 那本来看标凯体 就会说浑身不对劲 何况是报学软体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运用他的设计思考的 这个才能 他叫做user journey 就是使用者旅程 这个方式 他去把我们也开了slido 所以就算你人不在台北 或者赶不到财资中心 你也可以透过看我们的 这个接近360度的直播 然后直接在slido上面去 给我们批评指教 那我们会把这些批评指教 都分成服务开始前 开始中 以及之后 到底大家做了什么行动 有什么需求 那刚才这个slido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我遇到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的个子 或者我的隐私 怎么样有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被侵犯等等 使用者的情绪是什么 那这个情绪这一栏 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被忘记 那但是 这个在user journey里面 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要先了解他的情绪 你才能够对应到解决方法 那所以呢 在当时就是从这边 就是从事实到情绪的这一部分 我们公共人员 是要克服最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当slido上面是写 字爆多的时候 很多公共员他没有办法 写字爆多三个字 然后贴到便利贴的墙上 或者把它讲出来 因为对他来讲 这是成何要给长官的 他一定把它变成 文字稍嫌冗罪 那脑里会有一个 那个翻译举落 可能再往上层 就要再多一些字 但是从网友的角度来看 你把我惊叹号删掉 我尊重你 但是你把字爆多 变文字稍嫌冗罪 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写的 那这样的话 就不是你行你来了 那变成你行但是我来 这样好像不是很妙 那所以当时就是 最需要帮他们心理建设的 就是惊叹号可以拿掉 但是字一个都不能改 有建设性的部分 要如实地贴上来 就算它是写字爆多 就算它是写 华丽到让人迷惘 还是必须要如实地贴上来 那其实线上这个 5000个左右留言 你整理完之后 大概也就差不多 上百张编地贴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不能有玻璃心 因为有一些就是 留言真的是很 就是一针见血了 那但是呢 有一些是来挑战 我们的设计观念的 好比像说 如果大家在2017年 之前Windows包裹水 可能记得说 你在完成这个试算 但是还没有送出申报的中间 会突然跳出一个视窗 五区国税局 还都不一样的一个吉祥物 会跳上跳下 然后应该是用标凯提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惊叹号 这个显然就是 想让你报税过程中 心情稍微好一点 稍微提振 雀跃一下 然后你才有这个力气 继续这个开始刷卡 Anyway 那这个我们不能不说 它利益良善 但是呢 其实在slider上 大部分的朋友都说 他想到要报税 心情就不好 所谓痛快 就是痛得就快一点 你把这个痛延长 然后中间加一些什么东西 让我们心情好 这个是原木求鱼 绝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唯一应该做的 就是让这个流程缩短 我如果心情要好 我自己去买一杯啤酒 我心情就好了 不要再加一些这种 有的没有的 跳上跳下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我们说见面三分情 所以这些朋友 他们真的来 然后我们开了三次工作坊 那这是最酸的朋友 这个是最 湖主 关贸网路 就是厂商 然后这是 无趣过水局的朋友 然后在我们开放政府联络人 跟我们专业的 引导师的主持之下 大家见面三分情 真的就有点酸不起来 然后就真的开始画 那个界面 所以不必贸然推动的意思 并不是说报学软体 就不要做了 都给民间来做 这个是不负责任 而是说 我们还是愿意继续做报学软体 但是是在大家都愿意的 这个前提下 都没有疑虑的前提下来做 那这个都没有疑虑 到最后做出来 大家最没有疑虑的 本来长这样 然后现在长这样 真的是很漂亮 那但是也不是只是很漂亮 而是里面有五千张便利帖 所以就至少有五千个人 好像你盖一座庙你的名字 会在就是某一个砖头上面找到 所以那座庙就是你的 不是只是那个这个宗教的 那所以我们在第一次就是试行 2018的时候就96%的满意度 到Windows也进来了 2019的时候 就是98%的满意度 那这个在数位服务上面 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尤其一开始是难用到爆炸的那个情况 那我们想原因并不是因为 它真的多漂亮 而是里面有至少五千位朋友 他会告诉其他人说 这个我有我有参加 这个不要认为这个设计是 就是很突兀 或者是说很先进 或什么不是 这是凝结大家的智慧的结晶 等于我们多了五千位志工 可以用他们的语言 向他们的社区 去说明这个新的数位的服务 那当然我们当时 发现参与的朋友 其实很多本身也是公务员 公务员下了班也是要报税 也是一般的市民 所以一起来画的朋友 其实不罚公务员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发现 当我们在2020年 突然间开始要用网路预定口罩的时候 卫福部的公务员已经听说过这套系统 说不定当年就是五千个 说不定讲那个南洋刀爆炸的 其中也有他一个 说不定华丽刀然迷惘 就是卫福部这位朋友贴的 都有可能嘛 对 那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就灵机一动就想到 我们该几个参数 这套软体也可以拿来买口罩 因为我们当时招标的时候 是用所谓的API first 就是好像你的这个管线是明管 而不是暗管 你只要稍微改几个插座插透 它就可以拿来做不同的事情 它是多用途的 所以这种 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只要用这样的方式做出来的标案 你都可以事后再去找另外一家厂商 改几个参数 它就是说别的用途 所以后来 使命之2.0的预定 就是这套系统 色快啊 用字啊 自然凭证什么 完全都一样 那后来呢 在三倍券的时候 中期处也有人参与过当年的开发 所以该几个参数 又跑去卖三倍券 所以这个是一个万用的系统 就是它可以报税 可以这个卖口罩 可以卖三倍券 那这个确实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第三阶段 就是你已经节省了时间 你已经增加了品质 突然出类旁通 跑去做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去帮其他人节省时间 然后增进品质 然后增强服务性 所以回来就是说 不必贸然推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有 所谓开门造局 你行你来的这样子一种精神 我们才能够去做任何 这种数位服务的政策 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是在大家的 不管是诉求 或者是立场 或什么充分表明的情况下 大家本来隐隐约约 讲不出来的一些担忧 都变成便利贴了的情况下 那我们挑一个 对大家都不坏 所谓Paretto Improvement 怕乐图改善的这个方式 去让大家都发现说 至少踏出这一步 对大家都不坏 那大家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才有可能继续推动 有20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现行网络世界里面 大家都隐藏在键盘后面 如何因应 或者有效地解决网络霸凌问题 那我们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睡前不要滑手机 然后还要睡够 那这样子就不会有 网络霸凌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网络霸凌都是建立在说 好像你摄取过量 最近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计量决定毒性 所以就是在任何东西 少量摄取的时候 是有帮助的东西 如果变成你停不下来 一直滑一直滑 那这个就会变成毒性了 这个在人体碰到任何刺激 都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网络 摄取网络也不例外 所以最主要的问题是说 如果你看到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而你又黏在那个触控荧幕上走不开 那这个时候就是处于一个精神最容易 最脆弱最容易被攻击的时候 那我都有一个很固定的做法 叫做精神按摩 精神按摩 大家如果有去过按摩的话 可能有知道说 会说有一些专有名词 什么气节啊 什么这个 你这边需要这个 这个有一个痛点啊 痛点就是要慢慢地揉松 把它松开啊等等 那精神按摩也是一样的 只是我如果看到网络上面 很多是对我指名道性 然后不太客气的一些词句 那但是我们说拥抱小白 是挑里面有建设性的部分去回应嘛 但是我如果没有办法忽略那些 人身攻击没有建设性的部分 我怎么办呢 我就转换一下 因为我是用笔或者用键盘 所以我离开这个并不困难 那我就去厨房 我厨房有大概二十几种茶包 那我就随便挑两种 以前没有混合在一起过的 C二十几区 二啊 至少四百种不同的组合 可以用一年 那最后我再补充新的茶包就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混合 混合之后呢 我就就是喝一杯新的味道的茶 然后呢深呼吸 然后再回来 专门指挥有建设性的部分 那人的那个 就是认识系统非常有意思 如果这是一个新的刺激 而嗅觉味觉的平宽 又比视觉听觉来得多 而我当天也有睡够 我醒来之后 我再想到这几个字 我脑里浮起就是一种很平静 这就是牛棒加上薄荷的味道 这叫认知行为治疗 非常非常地有用 所以之后我在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我心里是非常祥和的 我觉得这个很舒服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子用啊 我也学到了一些呢 就是抱持一种欣赏的一种态度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很容易地去 在这个欣赏的态度里面去找到 但是我还是可以 就是有意识地回应 建设性的部分来进行回应 那这样子过了一阵子之后 大家就发现说 网络霸凌我好像没有效果 好像只是在帮我这个 搜集语料库 因为我是就是做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的 这是我的本行啦 所以我就看到 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组合 又学到了一课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 网络霸凌不是有效的 只有提出他个人的经验 具体的论点 或像刚刚那些便利体验 才是有效的 那慢慢大家都往 有效沟通这边走 那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 有效沟通 那他至少不会再来烦你 因为他没有成就感 他的这个成就感是来自于 就是你不断地给 不成比例地回应 到他的这种 情绪性的东西上面 因为他可能就是 人际关系在实体世界 不是很好 所以是要靠这种 你知道很空虚 像垃圾食物这样的东西 来填补他 受注意的这种感受 那至少他就会去闹别人 就不会来闹你了 因为你就是很明确 没有给他 他所需要的那种食粮 那所以这个是我个人的做法 那不是说 每个人都一定要跑去冲茶 不是这样子 每个人有自己的做法 但是保持一点点距离 不要过量社区 这个是非常重要 有18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身为一般公务员 如果没有资讯相关的背景的话 如何因应现行政府 推动数位治理的趋势 我的具体建议就是 可以稍微写一些程式 那写程式不困难 现在如果你有用试算表 不管是Libre Office Calc 这个一定要讲在前面 因为政策 或者Excel 或者是Google Spreadsheet 或随便什么 只要是有试算表 你可以试着在 第一个储存格 就是A1嘛 输入1 那A2输入2 那你到A3 然后打等于A1加A2 Enter 你就会看到3跑出来 对 就是跟当年那个 我学Lotus E23 同一个这个顺序 那我跟这个试算表的 技术的发明 Dan Bricklin 其实当了好几年的同事 那也把他的这套试算表 变成网路上 大家可以一起编辑的试算表 所以这个我也有一些 开发上面一些贡献 那为什么那么喜欢试算表 原因就是说 这是一个我们叫 Functional Programming Language 就是你不需要特别去学习 怎么一个指令 一个动作的 要电脑去做事 你不需要去了解 电脑内部怎么用运作 你也不需要知道 它的指令级 你只需要把你手上的资讯 跟资料跟它分享 然后呢 去把它中间的关系 建立起来 然后只要学会 一个等于符号 大概就可以把你想看到的东西 可以找出来 而且你这样做过一次之后 可能很花时间 你可能要花一小时 但是摊题来讲 下次再有人问你 这些数字的时候 你就少了一些掉资料 自己用手验算的时间 你如果能够省个十分钟 这个资料只要有六次有人咬 那你这一小时就赚回来了 那之后再多的都是赚的 那这些赚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来再学一些 可能一路可以学到 什么枢纽分析表之类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程式语言 它的容错度非常高 你忘记打括号 它就只是出现一个 N斜线A 或者一个ERR 惊叹号 看起来也不可怕 不是当机的那种感觉 只是那个储存格 看起来坏掉了 别的储存格都还是好的 那所以我具体建议 就是学一点程式设计 那几乎没有任何工物 是学一点点十三表 就是不会有帮助的 几乎都一点点有所帮助 那如果不怕试算表 那你也就不怕 函数式程式设计 如果你不怕 函数式程式设计 别的程式设计人员 用别的方式 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 因为函数式程式设计的特色 就是我们叫 大式化小 小式化我 以巫式取天下 就是说 当你把一个很大的一个架构 变成一大堆函数的组合 一大堆等于号的组合之后 那任何一个地方 稍微改动一点点 那你就是cascading 到最后那个结论 就可以有所改动 而且是整个过程 整个流向 是你可以视觉化 你可以看得到的 看得到就是你拿得到的 那所以这些 我觉得都是让 就是试算表是最好的 整合式程式开发环境的原因 那如果没有资讯相关背景的话 真的就是多多少少 找一些你自己 在处理的题目 可以学一点点 就是试算表的函数 就可以解决的 那这样子的话 接下来数位治理趋势 至少你就听得懂 那你未来就是要 跟技术人员回应的时候 也不会受到他的一堆名词所迷惑 因为这些名词 基本上在试算表的语言里面 也都有所对应 有17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唐政委 因应政府数位化的发展 部分业务的公务人员 势必需要具备数位能力 才能提供好的服务 而考试院最大的任务 就是为政府考选 培训适当的人才 请问政委 对于人才进入 政府机关的国家考试政策 或者是培训课程 有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数位能力 常常之前会被简化成 资讯开发 资讯管理 或者资讯安全 相关的这些能力 那这些能力是 当然是很重要 而且是线性可以减合的 但是就像 刚才一开始有讲到说 在日本 我在日本都被叫做IT大臣 但是有人 就是来找我演讲 或者是采访 我一定第一个就纠正 这个用词 因为IT在我们这边是技术 科学技术 资讯的科学技术 我们已经有科技大臣了 我们已经有科技部的部长 科技汇报的 主则政委等等 这些都已经有了 那我负责的是digital digital是把人跟人连在一起 那IT是把机器跟机器 连在一起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那虽然数位科技也是科技 但是严格来讲 它属于社会科学那种科学 以及应用的社会科学的技术 我们一般叫组织技术 的这样子一种技术 那所以它虽然也是科技 但是不是我们 或者日本人 传统上面看到科技之后 会想到自然科学 工业技术 这边的科技 那数位的科技呢 像刚刚讲到的 不管是口罩生命制 或者是我们在线上 去即使透过直播 收slido的意见 贴这些新制图 然后把便利贴组织起来 变成大家都觉得说 就这么多事情要解决 我们分头来解决吧等等 这些都不是什么工业技术 因为它跟机器跟机械连结 一点关系没有 这些都是怎么样 让人的注意力 能够更好地放在彼此身上 的这些技术 那像slido 也是这样子一种的 对人有帮助的assistive的技术 因为就像刚刚讲 如果都不让大家用手机的话 那可能其中有一些朋友 到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会忍不住想要 你知道找个什么东西按赞 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可以留言 这是人之常情嘛 但是slido就是 一开始就把各位的手机 征收过来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按赞 或者想要留言的话 你的这个力量 就可以放到这个荧幕上 那你的注意力呢 就算这一题 你现在觉得说 跟你的关系有限 像俄罗斯方块 下一个积目是什么 你就会想说 那下一题堂峰会怎么讲 所以这样子的技术 就不是把人跟人去 绑回自己的手持装置 然后各自跟各自都没有关系 而是说把大家的注意力 带到这个大家共用的空间里面 我们叫open space 开放式的 大家都可以贡献的空间里面 然后在这里面去进行工作 那这部分的人才的训练 其实不是靠线性的 就是点技能数的那个方式 而是靠我们叫 我把它叫PBL 就是purpose based learning 就是它找到一个共同目标 共同价值 比如说防疫 要让四分之三的人拿到口罩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跨领域的 跨场域的 跨世代的 然后一起来想 然后一起来学习 你越多这样子的经验 就越能够用数位的方法想事情 越少这样子的经验 越在我们叫silo 就是股仓里面 那可能不管是IT 或者资管 或者是资安的技能 都点满了 但是碰到一个全新的情况的时候 人跟人之间组织在一起 因为这是另外一门学问 所以还是不一定能够 出类旁通来这边用 所以应用数位科技 跟开发数位科技 所需要的资讯科技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能 那我们在公务员这边 因为还是服务业 我们一般服务业 都是应用这边 比较多 不是核心的开发的这边 所以我觉得应用的这边 它确实是需要一个 新的对于职能的一个想象 有16位朋友们问说 汤正尔您好 想请教您 在加入行政部门之后 对于公务员的工作氛围 工作文化 相较于我过去的工作体验 会不会有什么不适应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这非常好一个问题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办公室 这我办公室 那跟一般的公务员的办公室 是有一些差距 那这个是叫做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人爱路三段99号 它本来是空军总部 空总 那后来我们就 重新弃上家乡的红砖 拆掉了水泥墙 所以就是本来的那个水泥墙 就完全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那就好像在大安三天公园旁边 建国画室的旁边 突然多出一座公园的这种感觉 欢迎大家来玩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其实 这应该是喜汉儿的一些朋友 他们看到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可能以前知道 他们很会烘焙 很会烤饼干等等 但其实他们也很会画画 像范骨这样 就是我看到的世界 其实都是一些 你知道文字数字从天降落的那种绿色的数字 但他们看到的时候 脑里面的是那种拓谱啊 几何的连结 所以你知道进入这个场域 就会有点像童心大发 就会进入一个非常inspired 就是想要创造的这种感觉里面 我们办公室呢 也有很多访客 任何登陆我们社会创新平台的朋友 都可以约我40分钟的时间 他想聊什么 我就跟他聊什么 就是每个礼拜三 我都在这边 那但是呢 这个也有一些国外的朋友 好比像说这一位 叫做Stanik Kripp 他是布拉格的市长 一个捷克人 是海盗党的一位海盗 这样讲讲很奇怪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他的小内阁 他的局处长 那当时外交部的行程 这个本来不在外交部行程里 但因为他在网路上 已经看过我们社创中心 他很想来看 这种公务员的办公环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他就跑过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实本来是一个展示柜 只是展示架 只是放一些poster的 但他们就是因为 就是非常inspired 所以他的这个局处长 忽然就攀爬到 突然变攀爬架 然后就在上面 留下这样一张合照 我笑得有点僵 是因为我们从来 没有做过沉重测试 我想会不会有人摔下 如果有人摔下来的话 那这个可能头版头条 外交事件 那还好这个沉重很好 没有人摔下来 但我们手上的这一些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那这个才是我最想要带进这个文化的 就是不管你是在捷克 还是在台湾 不管你的工作是在公务部门 还是在社会部门 还是在经济部门 其实大家都有这些共同的目标 那这个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会 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的 就是不管乍看之下 我们在做哪一个范围的事情 但是其实就是在中间都是 促进共同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那我们会在这个空间办非常多的活动 好比像说像总统被黑客松 来确保说 在公务部门里面 需要社会或经济部门帮助的朋友 可以一下子就不受限于 他的组织的人 或者预算或者什么东西 而是他就可以立刻有一个提案 那这个提案呢 他可能是好比像说 当年这个台湾自来学公司的一个提案 就是他在基隆小区有很多简陋员 就是要去听 有没有漏水的这些朋友 那平均从有漏水 到他听到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那而且他生活大部分时间 就在听一些没有漏水的水管 这也造成他让年轻人加入 变得非常困难 因为大部分年轻人就算待遇不错 也不是很想听 整天听没有漏水的水管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对 那所以但是 透过总统被黑客松 他就被媒合到 很多包含HTC嘛 包含资测会 包含政大的一些学生 硕士生 那包含我们行政院的资讯处 的一位同仁 本身也是做AI的一个博士 那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工价 或者是闲暇的时间 去参加这个总统被黑客松活动 那他好处就是说 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出来 那他可以说 我只是去参加民间的一个提案的活动而已 其实所谓民间的提案 常常就是我们承办人 尤其是科长写的 那但是就是我当然不知道啦 但是就是你看那个文器 虽然他不是用标凯提 但是其实看得出来 应该是光无人眼的节奏 但是无论如何他可以说 这是社会部门嘛 民间朋友的提案嘛 我们只是你知道 周末去这个共襄盛举一下 那如果所以就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出来 那什么风险也没有 而且还可以请工价 那但是如果有做出来的话 那总统就会颁奖 那他们花了三个月 就做出来一个line上的机器人 师傅这个一醒来 就会收到三个讯息说 你附近的三个点 漏水的几率是七十几七十几七十几趴 你今天就先寻这三个点 那寻完之后再去想别的 但是因为三个点都七十几趴 所以他今天大概一定会有一个漏水点 会被发现 发现之后 他就可以开始发挥创造力去想说 他怎么样布这个管线 让他未来不会漏水 那这个时候他的年轻的人类学徒 就比较多东西可以学 也觉得说这个工作比较有意义 那至于哪些有没有漏水 那个就交给机器学徒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人机协作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那但是以前这种创新也不是没有 但是通常在一个小区就没了 因为在网上就要协调了嘛 那但是他们的这个奖杯是很特别 就是每一届都是一个台湾的形状 去年是两片遥烧玻璃非常漂亮 那底下有一个投影机 投影机一打开 就会投影出这个总统颁奖给他的画面 那然后呢这个总统就会承诺 说我们会一直广告到 你的这个想法变成全国性的市政计划为止 所以这个其实很有意思 是把行政权 总统的行政权当作奖品 在发送 我们没有奖金 但是任何卓越团队 我们会一直广告到 他变成全国性的政策为止 那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做法 因为我们每一次 透过中文黑客松选出来的这些 当然每一个都必须扣合永续发展目标了 那每一个这些 就是卓越团队的队伍 到最后都真的变成 我们的公务创新的一些像是种子 因为你有过一次这样的成功经验之后 你就会呼朋引伴 那台电看到台水都得了奖 台电也不能不来得个奖 那所以我在中游演讲的时候 中游就觉得说 那我们也要激起直追啊等等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说 像去年的中游的黑客松的五个得主 都是这种跨部门的合作 那所以这个工作的氛围跟文化 也真的就改变了 不会变成说好像 环保署自己去维护那个什么 饮水机水质与精纬度的资料清单 那个资料清单其实他们本来就有 几乎没有人下载 都没有人看 但是这次的卓越团队 这个民间的一个社会企业 叫做Circuit Plus 他们做了一个叫做凤茶 凤茶大家知道 就是在一棵大榕书 或什么别的书底下 有一个大的茶壶路过的人 都可以自己倒茶 而且可以坐下来开始聊天嘛 那所以他把这个东西APP化 变成一个好像精灵宝可梦 你只要在附近打卡 然后去说这是冰水温水热水 什么东西就可以赚金币 而且可以在底下留言讨论金币 还可以去换当地的茶饮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历史的那个巡礼 倒刀成任务解锁 就是抓什么特别的怪物之后 什么就可以去换什么 格外农品的什么茶饮料 什么之类的 它其实是一个设造 我现在叫地方创生的这样一个计划 但是透过游戏化的方式 把它跟出门要带水壶连接在一起 所以对你来讲 水壶就是破关的道具 就不是好像你非待不可的一个累赘 但是当你每天急金币急了50天之后 对不起你的习惯已经改变了 你口渴的时候就不会去买新的宝特品 说到最后它是要减缩了 这其实是一个减速的project 但是就是刚刚随便讲 就大概10个stateholder 全部都进来这边 那这个文化就跟环保署之前的那一个 就是自己发想的那个文化 非常不一样 那但是呢 同时它也变成一个载体 所以好比像说像 这应该是国建署跟气象局 就发现说 那他们所开发出来的这个 有一个中研率的龙教授 透过健保资料库去分析 发现说会中暑热伤害的朋友 不是指因为气温 也包含它的风向风速等等 非常多的factor 那这些factor 再加上个人的健康因素 它就可以计算到说 那你正在用凤茶APP的这些朋友 气温太高啦 接近40度啦 你可能中暑啦 马上就推送说 你赶快去凤茶站 这个喝点水等等 它就可以有一种 我们现在叫做精准健康 就是防患于未然的 这样子一种做法就会出现 那剩下的还有 像透过这个AR 这个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 或平板上面看到一块 闲置的公共用地 如果种满某种树的话 会怎么样 而且大家要怎么样 一起来照顾这些树呢 就好像树可以跟你讲话一样 不是像摩羯 或者阿凡达里面那样啦 但是就是说 它有一个让你能够 跟未来可能种的树 对话的一个管道 那现在在桃园的都市计划 上面也有实际用到 那还有这个是用智慧电表 就是台电树 不能输给台水的杰作 就是你只要装了智慧电表 不用在家里电器上 特别安装东西 它就可以透过智慧电表来分析说 到底是你的冷气机 还是你的电冰箱 还是你的洗衣机 现在的能源效率不佳 所以你优先去态换它的话 其实你马上省一笔可观的电费 那最后就是透明足迹 就是大家到便利商店 或其他地方扫一盒饼干 那看到是它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是用它的App扫 看到就是它的价值 就是说它到底是为后代存钱 还是向后代提款 它到底有正面的环境价值呢 还是它其实有破坏环境的 这个被裁罚的记录等等 那所以所有这些 都是在把我们本来在开放原始码 在我们叫开放式创新的 这样一个社群的氛围跟文化 去在公部门里让大家发现说 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一方面还是有很棒的 公共的治理上面的贡献 因为大家毕竟是 类似像是职业队嘛 就是国家队啊 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 但是偶尔透过一些游戏化的方法 透过一些看起来没有那么正经的方式 但是你就可以因此结合到很多 在面前也很想要做贡献的朋友 那只要你的这些工作里面 尤其是资料的部分 是不怕人知道 只怕人不知道的 那这些朋友都可以把它应用成一些 你从来没有想过的什么 奉茶等等的这些做法 那这些做法我觉得 也是很有横向扩散的这个做法 所以我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感觉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条件嘛 我的工作条件就是 我在哪里上班都算上班 那我主持的一切都要透明公开 那还有就是所有的部会 来我这边的朋友 我既不向他们下命令 他们也不向我下命令 所以完全是横向串联的 这样子一个角色 所以就是很高兴 这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有20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治理成功的要素之一 在于坚实的数位技术建设 以及让人放心的隐私权的保护 请问政委解决 成乡数位落差的妙方为何 以及对于保护隐私权的良方为何 那当然数位落差的解决 分成它实际硬体上 而这个台湾已经做得很好了 就所谓的宽平人权嘛 所谓的妙方大概就是黑鹰直升机 黑鹰直升机在做训练的烫刺 没有真的在载什么别的东西的时候 现在可以载基地台的零件 所以以前就是在御山北风 要大家扛上去才能组装的基地台 那现在已经可以运用这种 就是黑鹰直升机 来去尽快地让它组装成功 那我们因为讲出宽平人权 事实上也做到了 所以就变成像在什么 集中检疫所的朋友 甚至只是面衫的那一个侧面 还不是另外一个侧面 稍微讯号有点不稳定 都可以直接写信来我的信箱 说它集中检疫的时候 这封信发了五次才发出去等等 郑伟你不是说宽平人权吗 集中检疫所就没有人权吗 等等啊 那所以这个过了不到两个礼拜 我们就送了它去做新的基地台 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在实际就是平宽的硬体上面 可以说已经做到差不多 就是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比我们好的情况啊 那但是当然它在软体上面 就是实际在偏向它贫困确实很宽 但是它到底知不知道说 这个宽平到底要连到哪里去 以及它的可以拥有的学习资源 特别是在学习跟健康 这两个核心的议题上面在哪里 这个确实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想的 那我们现在所讲出来的做法叫做 越偏向越先进 就是任何最新的最先进的 需要实证场域 它一下子还没有商业模式 但它已经有社会影响力的 不管是园区教学园区健康等等 无人机送药啊等等 这些如果它真的能够解决当地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在法规的试用上面 或者是我们在5G的那一笔 就是标金它不会用到别的地方 只会用到5G 但是我们可以说偏向先用等等这些方式 都去鼓励这些创新者 优先来解决这些偏向的问题 因为毕竟所谓的偏向 如果有足够多的年轻人 在他没有后顾之忧 就是他的长辈可以享受到跟都市一样 可能更好的健康犬 他的晚辈可以享受到 跟都市一样或甚至更好的学习犬 只要这两个确保了 那他的心大概就可以留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有所谓的两地局 就是可能到礼拜四 就回到他的故乡或偏乡 但是他的可能周一到周三 还是到大城市里面 这个现在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所以这个多多少少就是不是城在城乡在乡 而是靠中间这样一些穿针引线 两地局的这些朋友 来解决城乡的知识的应用上面的落差 那当然硬体上面我们还是责无旁贷 那对于保护隐私权 有没有什么良方 我觉得对于隐私权的保护 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大家要了解 就是怎么样主动地行使 隐私权保护 个人资料保护 各资法里面不能够以合约为抛弃的一些基本权利 他比较说在场的各位朋友 有些如果有网购的经验 可能知道说你网购的东西 不管它的那个广告在天花乱坠 你实际收到之后 你有一阵子的鉴赏期 有几天的鉴赏期 我看到有些人在点头 就是几天之内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应该是要可以退掉 而且可以退款的 那如果它在购物网页上面写说 你打了这个勾 你就抛弃了鉴赏期的这个权利 这个勾是无效的 它是不得记载事项 那如果它主张这样子 然后让你不能退货 你可以打电话给消保官 那消保官会帮你主持正义 那如果消保官还解决不了事情 它是大规模的一个欺瞒的行为 不公平的行为等等 消保官后面还有一个公平会 那所以这两个体系 尤其是说鉴赏期 现在是几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那就让对于商家来讲 我卖什么 我就真的给你什么 我的成本比较低 我如果想要诈骗你的话 我到最后那个客服 以及被消保官这个关切的这个成本 会变得比较高 所以大家有良心的商家 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就是 就是只有有良心这个选项 他也有没良心这个选项 但没良心这个选项 摊题来讲 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会变成一个双输的局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消保的这个权利 就获得生长 那在各自法上面 其实也是有的 就是如果有人搜集你的资料 你随时都可以去要求说 我要一份副本 我想要你更新它 如果它已经过期了 如果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目的丧失了 那你应该要删除 那而且还可以就是要求 他的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去对他进行一些 包含行政检查等等的一些 或者你有损害的话要求疮 等等的一些方法 那但是为什么这一套 知道的人比较少 而且愿意去做的人比较少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站式的 之前没有一个一站式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做 以及一个成功的案例 长什么样子 那好在大概最近两年来 国发会已经有一个 就是个人资料保护的专案办公室 所以现在其实是已经在 法律的解释上面 已经有一个专责机关 它其实还不是独立的专责机关 但已经有一个专责机关 所以也欢迎大家 就是多到国发会的那个网站上 它包含它的一些实际的例子 到底要怎么执行 到如果你是跟国外的朋友的话 它也有把最新的版本 都翻成英文等等的这些方式 都让人比较清楚地知道说 到底要怎么样子去主动地 保护自己的隐私 那只要有足够多的人 做这件事情 同样的 那对这些营业者来讲 放太多你的个资 对他来讲就不是 好像哪一天可以提炼出石油的东西 当然是不可能的 那而是会变成是好像他 有点目的完了之后 他如果不删除 那未来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请求 那这个时候他才会觉得说 那我只搜集最小必要的程度的个资 我用完之后要赶快删掉 那这个时候大家隐私才会受到 创作的保护 所以我们在行政院这边 当然会未来继续讨论 怎么样进行精进这个就是从发生就是个资侵害的事件到我们现在的个资法具体介入的这个流程这个是确实可以缩短让它变得更好 那其实如果到最后我们这个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还是没有人行使他个资法权利的话那就好像见赏其风在那边 效果要完也都已经编制好了 但是大家还是没有去举报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政府可以做一部分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就是每一个就是各自的形式的主体 必须要去做的 好 那因为时间也到了 所以我大概就没有办法再回答到其他的问题 但是其他问题我大概都会看 那 有一些是比较个人的 什么这个要怎么样子学好英文的秘诀 我都是听饶舌 但是我不是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喜欢饶舌 那但是我想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具体的建议 那我也都会回去的路上会看 那今天我应该也会学够八小时 所以各位的具体的建议 我们也会尽可能整合到未来的市场里面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唐真委员所带来的精彩演讲